今天我們是講Mode Mode就是什麼呢? 很多讀攝影師,中學的人讀攝影師 Mode有一點混淆 什麼Mode呢? 我們先講Atomic Structure 一個Atom,一個原子 它是有哪兩個東西呢? 它是有Protron 這個叫做質子 它是帶正電荷的 另外呢,就有Neutron Neutron就叫做中子 還有當然是Electron,電子 我們發覺呢 研究所得呢 就是,這個Protron 那個重量,我們沒有說錯 質量 質量和重量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是Physics就知道 就是,一個Kg在地球的重量就是一個Kg 但是你去到月球就輕了很多 但是一個Kg的質量呢 無論在哪裡,它都是一個Kg 但是我們暫時可以說 哎呀,我重量都可以 我們不要那麼… 那麼… 那Mass of 這個Protron呢 就是等於Mass of Neutron 一顆質子的重量 那個質量呢 是等於一顆中子的質量 那電子是太小了 電子太小了 電子太小了 就可以negretable 不用管它 那麼… 原子裡面呢 一個element 一個元素 什麼叫element Hydrogen Oxygen Coin 那些 就是你在那個Priotic Table 看到的那些叫做element 一個element呢 它有多少粒Protron呢 它是定了的 所以你看到它這些 1,2,3,4,5,6 那些就是 那個Protron一轉呢 那個element本身都轉了 那譬如你說我 有一粒Protron的話 那叫做Hydrogen 如果我加多粒Protron 它就變成Hydrogen 是不同了 就不同了性質的 但是那個neutron呢 就可以不同的 就是你可以 和那樣東西 帶有不同的數目的中子 就是質子不可以變 中子就可以變 那麼電子也可以變 但是電子很輕 不用管它 那麼通常呢 這裡寫出來的大部分 都是正常狀態 即是出現得最多的那種狀態 那麼我們知道了 噢 一個電子裡面有質子有中子 那個Mass呢 就是重要的 那個重量 就是那個質量比較重要的 那個電子不用管它 這樣 那麼科學家呢 就將 這個是Mass 一個質量 的一個質量 就是等於 Mass 一個質量 的質量 atomic mass unit 這個很小 一粒中指一粒質子 很小 我們就叫做一個AMU 一個AMU是等於什麼呢 一個AMU就是等於1.66 0606乘10的負 27次公斤 如果我們用gram 就變成等於1.66 0606乘10 負24 負24 負24是什麼 如果我們日常用 就真的用不到 所以為什麼會有mode 我們就看一看 可以看這個 大家打開自己的 Priotic Table 我們看到 通常在Priotic Table 格格 是C Carbon 上面這個 就是Atomic number 即是有多少個 等於是Number of Poltron 在裡面 在這個原子裡 但它沒有講貂床 下面 看看 12.011 12.011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 整個 整個 Atom 整個原子 有多少個AMU 有多少重 這個原子有多少重 這個AMU 為什麼會有 小數點 大佬 一粒就等於一個AMU 一粒那些 基本 基本的粒子 基本的粒子 就是Proton 和Nutron 為什麼會有這些 就是因為 剛才說過 同一粒子 大部分 它都是 6個Proton 6個Nutron 但有些 是6個Proton 7個Nutron 有些是6個Proton 8個Nutron 這些是很少數的 但是 因為它是 正常環境下 它拿一個Average 所以它會有這個 我們計算的時候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中學的AMU 我們不理會這些 011 當然 12.5 我們當然要理會 011 太小了 不理會它有時候 可能有 一百粒裡面 有一兩粒是這樣的 大部分 就是這個 小數 復須多數 但是它都要脫 脫下來 變成這樣 好了 我們先看看 它 Oxygen Oxygen 它有8粒 Oxygen Oxygen 它有8粒Proton 有8粒Nutron 大部分 所以它的atomic mass 它是等於15.999個AMU 你看回Oxygen 你自己拿回你的Proton 上面那麼大的字 那個就是atomic number 它有幾粒Proton 因為這個是計反應用的 這個就是它的mass 差不多 差不多 等於16個AMU 就是這樣 好了 那Morleq 怎麼計算呢 2 X2O X2O有幾多個 我們有兩個H 一個O 是吧 我看回Oxygen Table H很容易 它只有1粒Proton 它2乘1 再加 1乘16 1個AMU 1個H2O 1個H2O 1個H2O的Morleq 它就是有18個AMU 那麼重 因為質量 不要說重 那個說重就是我們日常說 因為我們地球 所以重 在月球就不是 但是我們說Mars 不過乳病 不要理會 照說一下 18個AMU那麼重 1個H2O的Morleq 好了 那麼我們 CO2怎樣 CO2 1個CO2有幾重 C 這樣看 C有多少 C有12 O 就有兩個 O是16 那就2乘16 就是44個AMU 那麼重 要明明先 明明了這裡就可以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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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就很重要 這裡要明明 看回這裡 大部分 就寫 有寫的 很多 真正的 Peliotic Table 上面就是 Atomic Number 下面就是 Atomic Mass AMU AMU 喂 大佬這麼小 怎麼用 啊 用不到 這樣 這樣 所以呢 就 我們要想 想辦法 我們要把它變大一點 好了 那些科學家 想來想去 他就找到了 他就發覺 拿了12g 有些人生涯 拿了12g 的Carbon 純的Carbon 他就發覺 他裡面有 6.02 再乘10的 23次 的Number Of Atoms 喂 裡面 Atoms Of Carbon 看清楚 這裡 他12g 的Carbon 那些碳 的元素 他數到裡面 有這麼多粒 怎麼數 不要問我 你第一天讀到 科學 他讀到MIT 你就會怎麼數出來 他發現有這麼多粒 原子在裡面 我們剛才說過 一個Carbon的 atom 裡面有 6個 proton 和6個 N 是不是 那基本粒子有多少 就是等於有 12個基本粒子 是不是 12個基本粒子 鋪 再叫它們基本粒子 連續作 有12個 那麼 一個Carbon 有12個AMU 我看回這裡 這裡 12.01 現在我們說12 12個AMU 那就是說 12個Gram 就等於 6.02乘10的23 再乘12個AMU 是嗎 再乘12個AMU 那就是說 1個Gram 就等於 6.02乘10的23次的AMU 好了 那因為 1個AMU 是等於 1個Mass 1個Proton 或者是 1個Nutron 是不是 那之後呢 如果我有這麼多粒 這些粒子 就等於1個Gram 那在這裡 喂 不要經常寫 寫 寫到 寫到 傻了 對不對 那麼 我們就 發揚一個 叫Mode 這件事 我們將 6.02乘10的23 這裡 就等於 1個M 那 unit是M 等於1個M 那M是什麼 這樣說 1個M 很多人不明白 我講 一搭 你明不明白 我們講 一搭雞蛋 那就知道 喂 即是有12隻雞蛋 兩搭雞蛋 就有24隻 喂 老闆給了兩搭雞蛋 這個搭字 就是一個 數量的形容詞 這個Mode 也是數量的形容詞 不是重量 不是什麼東西 電話什麼東西都不是 它一個數量 好像搭一樣 喂 老闆給一搭雞蛋 我叫他 喂 老闆給一個M 一個Mode 的Mole 就是這樣 你明白了這個 就容易做 那剛才說 一個Gram 就等於一個Mode 一個Gram 就等於一個Mode 的Potone 或者Nutone 是吧 又等於一個Mode 的AM 那我們看回 這裡 比方 Nitrogen 是14 N N N的 N N 這個N 它那個atomic mass 是多少 是多少 是14 是吧 是14 於是呢 我以一個M的Nitrogen Nitrogen Nitrogen 就是等於14個Gram 是沒問題的 轉而已 這裡原本 instead of AMU 變成Gram 但是它有幾多 幾多粒 幾多粒 這個Nitrogen 有一個M 就有6.02乘10 的23次 這麼多粒 那你的Mode 也是一樣 Mode 很大 走回我們剛剛 水分子 好了 一個Mode 的H2O 有幾多Gram 有幾多Gram 好了 X2O的AMU 是什麼 X 是2乘1 X2O 就是16 加起來 就是18 18個AMU 單定一粒 一個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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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O 就是18個Gram 是否很容易 是否很簡單 是否很簡單 就是好像剛才這樣 我們計過了 CO2 一個CO2 這個Molecule 不要叫Actom Molecule 是等於44個AMU 於是一個Mode CO2 於是一個Mode Molecule 就等於44個Gram 就好像 每次都忘記了 不是很清楚 你都忘記了 一大計蛋 這個Mode 就等於大 不過它就不是12 一大就等於12 這個M 一個M 就等於6.02乘10 23次 明白嗎 明白